副長 副所長 所長 各位官務長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官務一班 宇宏樂 首先要感謝財訓所所有的長官 工作人員 輔導員 在這一個月的收訓期中 提供給我們這麼舒適 優質 快速的服務 滿足我們所有硬體器材上的需求 大學實行 我曾經在海巡署安全總部 收訓實行過目前 比較兩邊的宿舍 我很開心今天我是跟大家一起 成功地討上海關 載有雨球場 撞球室 桌球桌 監視沙發保護機 的財訓手收訓 有了這些設施 讓我們大家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打成一片 增進彼此的情意 有助於日後在不同官需服務時 難過快速的傳避訊息 悟通悠無 加速解決問題的效率 今年六月 從看到自己榜上有名 而欣喜若狂 到來這邊報到搜訊前 陸續有經聞一些外界對於海關不佳的形象 而感到害怕 但經過各位老師 這一個月來的指導課程和實務經驗分享後 我了解到官務是一份神聖的工作 除了負責關稅 還有其他內地稅費的提升 還包含了邊境管制 茶系總司 保障國人安全健康之重的 藉由制度改善 也促進貿易電節化 提升廠商和國家對外的競爭力 未來 我也期許自己和各位同學一同 依法行政 連結支持 努力學習各項業務 並像剛剛我們廖科長說的 熱愛自己的工作 隨時善盡自我的職責 以身為海關為榮 努力留長外界對於海關既定刻板的印象 使外界認同海關 遵從海關 以往我們所經歷的畢業季 總是在傳說中 凤凰花開 陽光普照到天氣 但在這一個月的授訓期中 天氣時好時壞 常常出門買飯還有掉下雨 走出財訓所之後的路 看似陰晴不定 但經過這一個月來 各位老師細心的知道 以及我們各位同學 課餘期間的仔細研讀之下 我相信 我們都已經擁有下官區服務 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觀念 每個人都已經做好準備 投入海關 這是所謂國門的重要工作 最後 祝福將來想考三等的同學 早日經常提名 想進修做國事的同學 學業進步 三年後 六年後 或者在更遙遠的將來 無論在座各位同學 在海關 不在海關 在財政部 不在財政部 永遠都心懷我們現在財政部 以財政資源建設 以建設培養財政的核心理念 只要生在公門一天 就要盡心盡力 服務民眾 貴國為民 貢獻一直之地 謝謝大家